那做性氣體 性氣體是白 白就最右邊那一排 那 他要從嗨來 雅 克 先 東 開始 克先東 海南也克先東 他活性很小 所以他很安定 記住那他是用單原子存在的 就是他一顆一顆的比較孤僻的 不跟人家在一起的 我再強調一下什麼叫做單原子雙原子 就是如果他們家是用很多顆的 比方說氧氣這兩顆在一起 所以叫氧氣 分子 那就是分子 那或是氮氣 空氣中最多的氮氣 對不對 那都是叫雙原子 那很多原子呢 很多原子就像我們上次寫二氧化流 對不對 空氣汙染二氧化流 這是三個原子 三個原子 好 1 然後 一個流 一個流 然後兩個歐 所以是三個一組 好 那你平常的 剛才我們講 氯 是雙原子 氯氣 也是雙原子 氯 雙原子 點 雙原子 這個就要背 好 那在亥乃也可先動 八一組就是他們很 比較孤僻 不喜歡跟人家在一起 這樣就一顆 這樣也是一顆 八一組都是這樣 這部分老師再強調一次 你寫在右上角的呢 左上角的呢 是質量數 左下角的是直指數 也是原子序 好 那中指呢 因為質量數是直指加中指 所以中指就變成質量數減 質量數 減去直指數 減去直指數 這邊再強調一次 這個6呢 代表原子序 就是 周期表上面 排第6的 那這是符號 好 這是碳的符號 元素符號 那這個地方 好 今天 老師有強調 它是平均原子量 平均原子量 好這三個很重要 要認識它 這邊再跟您強調一致 原子質量呢 集中在核 原子核 體積呢 決定於電子 電子的軌 軌域 軌域就是它跑的範圍 它跑的範圍越大 表示這個原子越大 然後再來就是 電中心就是 不帶電的意思 不帶電 不是說它沒有電子 是剛好正電荷 跟負電荷 直指跟中指是一樣多 直指跟電子是一樣多的 那結構 再說一次 它分成核跟什麼 核外的什麼 電子 額外的電子 額外的電子 就相對於比較容易 跑掉或是得到 正離子是失去電子 所以就變成 正離子 負離子是得到電子 所以我會變成 負離子 正常來講 裡面兩個正的 外面就要兩個負的 這樣子才叫做原子 那原子是什麼呢 是電中性的 一直強調 電中性 電中性的 那我們發現 那我們發現 倒吞原子 不足以 表示所有的東西 有一個人叫 雅伯家學先生 提出分子的觀念 就是 他們是幾個一組 幾個一組 好 那記住分子 是保有特性的 最小例子 如果是寫 組成 組成 你就寫原子 保有特性 你就寫分子 那 如果含有碳的 跟少數例外 如果是有機化而物 好 這以前 老師有提過 呃 那再來就是 無機化而物 有機要搭配無機 沒有碳的 或是一些例外的 才是要無機化而物 那這個認識一下 就可以了 離子 離子我們說得失電子 會變離子 得失電子 會變離子 所以只帶有什麼 電荷 帶有電荷 就是正太多 或負太多 就只 會帶有電荷 失去電子 失去電子為正離子 得到電子為負離子 那如果 子子數大於 電子數 就變成正的 因為正的比較多 紫紫帶正電 那 紫紫數 小於電子數 那就變負了 化學式的方法有很多 那我們 就 目前就介紹是 一些 減式或是分子式 式性式的部分 結構是電子點式 會 是高中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你就是一定要背的就是 你現在了解 分子式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了解 原子的種類 我要知道 這個東西啊 它裡面有幾種原子 還有它的數量 種類跟數目 好 種類跟數目 正常來講的就是 金屬元素在前面 前面是指左邊的意思 跟寫英文一樣 非金屬在後面 跟金屬在後面 跟金屬在後面 養元素要寫在後面 養元素要寫在後面 後面就是右邊 不要說 我們的氧化鎂 MGO 所以就寫右邊 有計劃物要依照碳 再依照氫 再依照氧的比例 好的 順序 比方說 補兆糖 C6 H12O6 那 個數寫在右下角 好 你看你有幾顆嘛 C6就是6顆C 6顆C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 架建子 架建子就是在 詭域最外層 最外層 帶有電荷的原子團呢 帶有電荷的原子團就一團了 我們叫做 根 那這個就是根架 說 用 說 我們 說 我們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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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